我是司马开林 一个一直在创业路上奔波的人 我今天可能和往期视频不太一样 讲的内容也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我今天比较生气 比较气愤 我现在义愤填膺 我就是要吐槽一下 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文章 是一个中国人写的 说什么 说国人没有信仰 下面例举了各种例子 说国人不尊重生命 国人什么都敢吃 而且还说这次疫情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信仰所造成的 因为说有些人吃了蝙蝠嘛 首先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无非是两种 第一种因为你是无知 如果你真的是要无知的话 我因为还好 这毕竟是我们内部的问题 我们可以关起门来 自己来说话 我们可以来辩证的去聊这件事 另外一种就是什么 你就是你的走狗 到处散发谣言 包括现在网络上也有很多谣言 有一些是我们自己无知发的 有一些真的走狗 疫情已经很严重了 我希望大家清醒一点 回到刚才的话题 他说中国人没有信仰 各位 泱泱大国 五千年的文明古国 五千年的民族 他说我们没有信仰 中华民族五千年 四千八百年 我们都站在世界的巅峰 最近二百年是有点没落 但是我们民族是有智慧 勤劳的 掌握了这两样 我们依然又回到了世界的巅峰 然后你说这样的一个民族 没有信仰 那我问你什么样的民族有信仰 信仰不是一定要信什么 信上帝 信佛教 信道教 不是这样的 也跟吃什么没有关系 印度人把牛信放成神 你觉得他们的信仰有多高尚吗 蒙古人从来不吃狗肉 你觉得他们的信仰又有多高尚吗 他们就是文明的人吗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无知还是没得走狗 如果你要是没得走狗 我告诉你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勤劳的民族 我们短短的三四十年 就又重新站起来 你们还怕了 你们的工厂效益不好 怪竞争对手 效益太好吗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要从自身去找问题 而且我今天就告诉你 中华民族的信仰在哪里 是在我们的骨子里 为什么我说在我们的骨子里 就在我们中国的语言和汉字里 我们从小就学过包一词扁一词 经商讲究诚信 做人讲究善良 对待父母我们讲究孝顺 我们有四书五经 这都是我们骨子里的信仰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弱犯我 我必犯人 从小我们就知道保家为国 这不是说在共产主义 现在才出现的 我们中华民族就有这个集体的概念 不养我们的血液 不能流淌在今天 上过学的就知道 犯我惹 虽远必诛止 我们对抗病毒 众志成成 万众一新 中华民族里边的语言 就包含了我们所有的信仰 里边的所有包一词 都是我们所向往的 而且在实践的 在使用的 所有的贬义词 都是被我们摒弃的 唾弃的 泱泱五千年的大谷 五千年的文明 你既然说没有信仰 我人清言微 但是我依然要发出我的声音 你喜欢中华民族也好 你不喜欢中华民族也好 我们依然在这里 而且我们靠着我们的勤劳智慧 依然在不断的发展 不断的前进 好了 我实在太生气了 我确实也说不来什么了 但是切记一点 中华民族不是你们能评说的 不是你们能诋毁的 就这样 我是司马开林 谢谢大家 喜欢我的朋友可以点关注 或转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